HELLO 大家好 我是JOKER 現在時間是7點45 陳蘭音樂今天有個曲 我們大家要騎車 然後去玩一天 但我現在快遲到了 馬上出發 GO 等下要當最後一台 我不要 我不要 現在大家吃完早餐了 準備出發 第一站 別殺平民 看 超多台 走 GO 應該不會再放掉吧 哈哈 今天呢 是騎台已久的騎車主流 我們從無約初就開始計劃 開始約人 不過前幾天全台都在下大雨 超大的那種 我們都在祈禱今天不要下雨 畢竟騎檔車遇到下雨 真的很不舒服 就在快要放棄準備取消的時候 老天給了我們希望 那天真的天氣好到都快中暑了 今天的行程就是從陳蘭 繞北台灣一圈 不過沒有到宜蘭 對他們來說可以是場應戰吧 對我來說根本是小差一點 對騎過一日無零的人來說 這沒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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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寶三寶 一開始我們從中立市區往大西方向 接台山線 這樣走比較沒有紅綠燈 不得不說 台山線真的是一條非常適合RV的一條山路 路大又平 視線良好 如果南下或北上不想走冰海無聊的大直線 或走台翼超多的紅綠燈 台山線真的是非常棒的選擇 不過要注意車速早上就是了 有錢人的世界啊 帥 第一站我們先來到台山線 跟台西移交叉路口的 拉野普普及屋子 因為是假日又剛好是好天氣 一大早就有很多車友出來乘跑了 交騎車 金魚趕快 摩西嗎 把都屁股出去 我想耶 但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夫妻讓我 中府還有 這個機車練習廠 旁邊有個定員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再下去買給定員 他們有台客台 裡面全部都是 車子 他們會叫 補給完上路後 就直接殺去北宜了 從桃園 要去北宜 就是走台山 即110線道 就可以直接到新店了 而且都是山路 基本上沒有那麼多紅綠燈 不過走110線道 租營的速度比較奇怪 這裡除了路小之外 左兩旁很多小村莊跟學校 身為良好的騎士 拜託 別那麼悲哭的心 你確實不合 沒有 要聽說 對 沒有 好 這我 有力 還想要 已 有的 可 上北宜之前呢 我脫隊了 不是我騎太慢 是我要換香氣電池 我相信有邊騎車邊錄影的人 應該就懂我的感受 為了不耽誤大家 所以叫他們先騎 我自己最傷 因為前幾天都下雨 很多車友都沒法騎車 難得今天好天氣 大家都急在今天上山 也讓整條北宜都是車 加上討人宴的區間車速 真的騎得超累超辛苦 就成功了 配車 Riley 突発中海洋 回號 評審 ity 宮城 使冬 轉 海洋 冬 快到欸 差不多了 還可以吧 他是行慢 他行太快了 我根本沒講話啊 你不是賣斷掉嗎 對啊 快點一下賣斷掉 難怪我一直聽不到 對啊 你手麻掉了 對嗎 你手麻掉了 我們只能高轉 高轉就爆掉 對啊 我是正 難怪我一直聽不到 他滿開的 你怎麼那麼小 在23km 稍作停留的曲線車速時間後 就直接去PB的便利場地休息一下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曲線車速要停多久 我記得大概停個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而且我記得曲線車速有20公里的範圍站 不像固定翹翹照相 只有10公里的安全性 不過說真的 誰會這三路只開試試啊 真好奇 我們這實說 到底是怎麼繼續停一路 超失 我要擠才9台 超失 看不到 拍不到 現在才10點 怎麼那麼熱啊 今天大概 七八點到終於 現在可以吧 大家都要拍 超帥 超帥的 看來的 幾台 兩台紅牌 其他都白牌 帥 下一站 十分老街 十分老街 呀 嗯 啊 天啊 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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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爽喔 我剛剛沒有全部拿起來好爽 到了十分老街也差不多中午了 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家郵輪器的點 吃午餐 補充體力 準備下午的行程 我有等一下請你騎大包嗎 對啊 大包太熱了 太燙了 我剛剛有騎CV50 要騎那種街車 我看說我沒有那個姿勢 你趴很累耶 還那麼久 我腰會很少 那街車到底還很激烈 抽籤抽籤 抽籤抽籤 他不等沒有紅牌不能 那紅牌就算了 紅牌我可以 我可以讓你騎的 有腳到嗎 有腳到嗎 我還要再等一 大家都沒有 我等下個月 這個案內容太大了吧 下一站 彩虹屋 Check it out 天啊 天啊 我已經在地區裡面了 這樣 可以了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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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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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模式有換嗎 噢 有換模式嗎 有 拉住離合 左邊那個 那個位置 這邊 這個 噢 噢 好 要拉住離合 還沒坐上這台250RR 就已經先被他的外型殺到了 不枉費他三開頭的售價 而且他還有著三種模式的動力可調 Comfort Support Support Plus 當我用了Support Plus之後 就不想再用Comfort 這是Support Plus嗎 對 這是Support Plus 是Support Plus 一坐上去後才發現他的手把高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低 小魯的騎乘姿勢還比較怕 不過 姿勢還是很戰鬥 而且他油箱很大 比我CBR150還大 所以我在山路過關的時候覺得非常好 而且他用的是非常的線性 D轉的時候不會有很大的頓挫感 而且本田的引擎聲浪真的很好聽 當我換成Support Plus模式Trail時 那高康的聲音 真的會讓人認識沸騰 不過哪天車場來個大降價 降個十萬 我一定毫不猶豫買下去的 同時還會找到了 衝突 站 масс 2 4 4 W 好爽喔 CBR好爽喔 哇爽 你敢這種山路你敢 對啊 走啊走上去啊 那阿嬤在幹嘛 走上去啊 你要走哪 你說那個嗎 走越遠 還是你要走那裡 那裡 那裡太屌了吧 哈哈 我們上去下來就晚上了 我們上去就是晚上 哇 哇這一看都到海耶 哇一看都到海耶 一二 走 走 跳 很漂亮 對 沿著台二線 鄭兵旅館啊 鄭兵旅館啊 接下來騎這台 哇 超貴 快走 腳踩 在那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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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150R承襲CB架組,最經典的就是前面的圓形頭燈,配上那古銅鏡的倒叉,整體質感做得超好,難怪這麼貴的車還是會有人忙,乘坐的舒適感我覺得非常棒,而且它的油箱設計沒有很寬,所以在騎乘的時候兩隻腿不用承改,騎乘天下來也不會太累,非常適合長途旅遊。 動力方面,我覺得低轉表現就沒有我想像多那麼好,尤其我在市區騎乘的時候突然要來個超車的話,必須得先降檔來獲取高轉動力才會上來,較同級巨德來說是可惜的點,不過高轉引擎聲真的很好聽,我想本田對排氣管的聲音應該有特別調教過,原廠就很好聽,根本不用改了,但如果這個售價配這台車, 我想買的人一定很能愛這一台吧。 我們哥, tycker嗎? 那我們的手也 tightened我的頭筋... 顏色是倖美standing 我一直只有來自有的菜單,然後你可以慢著 transitional的人頻繁П 很寬。 數目抓舞的監竿P 看一下差不多 快點快點快點 我會坐高利玩區嗎 快點 進進進進 前面下面下面可以 這邊可以 塞一個塞一個 還沒拍得到有鬼啊 你按0.5 0.5 你要找找幫我拍 這邊這邊 1 2 3 1 2 3 再換一個動作 1 2 3 沒力 1 2 3 沒力 這個全景會 腳會變形 正常 凱哥 凱哥 凱哥你要騎CBR嗎 很累啊 我可以不騎嗎 你要騎R15嗎 對啊 R15比較低嗎 然後 腳很高 對啊 R15 R15手法比較低吧 車有車價嗎 手機價嗎 有 我發現 那你要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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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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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G 幹 很帥了吧 AMG AMG 嚇趴了 第三台車 R15 你真的很喜歡這個樓空 真的很喜歡這個 看 太屌了 虧你也想得到了 你這是去訂做的 200塊 所以 RUGO 下一站 吃肉粽 OK 沒想到我手丟了 我就自己 先騎來買肉粽 啊 外面超熱 真的 如果來北海岸 幹嘛的 真的 增壓 分推 超好吃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停那邊 來買一下 晴空 晴空萬零 沒有零 我騎到會快中火 等一下 應該直接去 巴黎 淡水來巴黎的卡丁車 玩一波 Check it out 咻 坐上R15 發現他手把高度 沒有想像中那麼低 比小阿魯再高 但比CBR 150R再低 而且他的油箱真的很大 在騎乘過完的時候 膝蓋可以穩穩的靠在油箱上 動力感受也很棒 引擎導入VDA殼邊氣門 在低轉扭力跟動力都很線性 不會有沒力沒力的感覺 再配上他金色倒叉 以及同級距離唯一原廠配華麗 只能說 R15真的是一台CP值超高的車款 是可惜 我比較喜歡CBR150R的造型 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 熱泡卡丁車 Check it out 好愛 噓 嘶 嘶 哇 雖然皮衣跑卡丁車 超改 夠了 開一下 來了來了來了 來 去右腳 好 不要 來打架是不是 我好緊張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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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回家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